第六百四十九集 而在爆发前 连时间空间都不存在 而武者的修炼过程 也与大世界爆发 有惊人的相似 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人体的演化就像宇宙的投影 要怎么咱们小时候看圣斗士 一整就小宇宙爆发 小宇宙爆发 它不是无地放尸 你看 一开始 武者不断的在丹田中积蓄能量 从宁脉期就标志着巨元体系开始了 这时候武者全身的真元流淌在经脉中 后来真元汇聚于丹田 毫无秩序的流淌 这就到后天了 接着真元凝聚为气玄 有规则的运转 这就叫先天 到了玄丹期之后 真元凝聚为玄丹精核 这精核不断的增大 在压缩再增大周而复始 这是汇聚能量的过程 恰恰就跟世界爆发之前 汇聚能量一样 根基深厚的武者 甚至能凝聚成那一点极为相似的 黑洞玄丹 接着 这一枚玄丹精核 包括武者的肉身都要经过九次命运洗礼 为最后的化神九变做准备 最后九变后 玄丹精核演变成世界种子 在未来世界种子爆发 就会形成体内世界 林明现在的丹田 与普通武者不同的是 其中既有世界种子 还有一株邪神幼苗 除此之外 还悬浮着一颗立方体的黑色晶体 正是魔方 魔方第一次在林明体内凝化成实物 在此之前 林明根本就看不到魔方 只是知道他化成一枚印记 落在自己心脏中 现在却转移到了丹田 凝聚成实体 甚至把邪神幼苗都挤到一边了 那颗被林明吞下去的黑猪 正位于魔方空间中 林明探查到黑猪的时候 却发现他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穆姑娘 这黑猪 我肯定不是魔方的同类宝物 因为 我在魔方空间中找到他了 他的力量 已经被我吸收了三分之一 现在无论重量还是气息 都被削弱了不少 林明说着 微微摇头 虽然黑猪无比珍贵 但终究不是魔方的同类 否则怎么可能一口气 被自己吸掉三分之一的力量 林明心中有些惋惜 他当然希望自己再获得一件 与魔方同等价值的宝物 这可是连天尊都要争夺的神物 可越是这样 这种宝物就越难得 自己能捡到魔方 那已经是上天垂青了 想不经过太多波折磨难 就再得到一件 这概率实在有些渺茫 木千雪秀眉微醋 自己推测错了 林明又道 但是我还是觉得 木姑娘的推测没有错 否则很多东西无法解释 就比如魔方当初 为什么会飘落到天眼大陆 混元天尊 为什么也恰恰会选择天眼大陆 一个下界未免 怎么会吸引如此多神域 最顶尖的存在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 很有可能的是 混元天尊当初就是因为那枚黑猪而陨落 它的肉身也是因为黑猪才会如此强大 而我吞下的那枚黑猪 林明说着手一翻 直接把体内的黑猪取了出来 果真 如林明所说 那黑猪的体积已经缩小了三分之一 重量也变轻了三分之一 如果我们称那枚真的黑猪为魔猪 那么我手上这个黑猪可能是魔猪的仿制品 也可能是魔猪制造出来的东西 而真正的魔猪 也许还在天眼大陆外面的万古魔坑中 位于混元天尊立场的保护下 林明这么一说 木千雪都有点动心了 他甚至有立刻返回万古魔坑 去探查其内部情形的念头 可他还是压下了这个想法 万古魔坑可是天尊一计啊 哪怕林明现在实力已经非常强横了 可进入万古魔坑还是福祸不知 要知道 这里可是绝对的生命尽缺 残留了天尊立场 当年混元天尊陨落后 定然不希望自己的传承落入敌人之手 当年留下的布置恐怕非同小可 自己如果肉身还在 那也许还能闯一闯 现在进去之后恐怕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看来天眼大陆 我们用不了多久 还要回去一次 木千雪若有所思的说道 嗯 林明点点头 就算没有魔猪 他也要回去 那里还有他的妻子父母 林明 接下来 你随我去与姑姑辞别 我们去真武大世界 取几件东西 什么东西 苍穹霸点的欲解 还有千语圣帝遗留的一些财富 只可惜 当年千语圣帝毁灭的时候 千语圣帝唯一的一套残缺了大半部的无上神武 却被天明子夺走了 我虽然也修炼了 但现在肉身不在 已经无法重现他的玄妙 其实 就算我肉身还在 也不可能把这套无上神武克制下来 无上神武是超出天道的东西 一般人根本克制不了 千语圣帝 当年是界王级圣帝 其老圣主是大界界王 有一套残缺的无上神武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完整的无上神武实在太难得了 因为无上神武的预解 基本上只有天尊才能克下来 后人除非修炼到接近天尊的境界 否则无法复制 如此一来 无上神武呢 基本上都是孤本 而自从他诞生之后 要历经千万年 数亿年的时间 这期间围绕着他 可得有无数的战火 争夺 鲜血厮杀 想要一套完整的无上神武 太难太难 像千语圣帝这样 有小半套无上神武的宗门 在界王级圣帝中 那已经非常难得了 无上神武吗 林明清晰了一口气 他这些年的成长战斗 包括之前杜天杰 林明都深深的感觉到 无上神武的巨大作用 邪神之力 天魔力场 这两套无上神武 带给林明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邪神之力自不必说了 林明主要力量 雷与火 都是邪神之力赋予的 而天魔力场 则是林明战斗过程中 最重要的绝招 到林明现在这境界 一般功法根本就看不上 像魔方中那些神域 普通强者的记忆 他已经不太需要 他需要的是无上神武 有听友可能就问了 说当初林明这 邪神之力 这无上神武 不也是从那些 普通强者记忆中得到的吗 你要知道 这东西就跟您抽彩票似的 你明知道 那彩票里有一个会中 可你能把那些彩票 全都买回来吗 你买不起 林明也不可能把神域 普通强者这些记忆 全都吞了 那林明估计 就直接可以去精神病院了 像无上神武这种东西 不那么好得到 只能说林明气韵逆天 无上神武这种功法 修炼的越多 得到好处就越大 对天道的掌控之力 也就越强 不知不觉间 林明成就久远 度过天劫之后 他对天道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参悟借用了 而是掌控与支配 要得到这套残缺的 无上神武 只能击败天明子 林明握紧拳头 天明子是他来到 神域遇到的第一个 强大的对手 强大到 他现在连仰望都不能 如果说天明子 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 那么林明的武道之路 就是要征服 这样一座又一座的 五顶峰 在林明与木千雪 对话的时候 在逍遥宫 一场特别的长老会 正在进行 之所以说 这场长老会特别 是因为他召开的方式 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此时在一方 小千世界的空间障壁外 六七个长老聚集在一起 白皙消耗钱都身处其中 他们的脸色 非常的难看 他们原本就猜到 木水天可能会在 长老会上针对他们 但他们并不害怕 他们与木水天之间的矛盾 只是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 虽然他们的心思谁都知道 可他们既没有违反门规 也没有乱造杀孽 木水天如果在大会上出手对付他们 则难以服众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木水天这招真绝 他竟然采取了这种开会方式 把他们分成几组 而后一个一个单独召见 如果是平时开大会 所有人都在一块 那么谁说话都会有顾忌 可现在不会了 谁说什么除了木水天之外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如此一来 所有人都会担心 别人说什么了 自己如果不说 是不是会给木水天 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要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 木水天在众长老心中 那就是个外来者 哪怕他掌控着逍遥功 又有压倒性的实力 可是大家心中对木水天 还是很抵触的 如果木水天单独召见谁 问一些隐秘性的东西 那没人会说 可现在不通了 林明度过了三十三重天 九九命运 未来极有可能成就大界界王 如此情况下 逍遥岛的命脉 可以说和林明未来的成就息息相关 甚至有可能成为界王级圣地 如果能搭上这个无敌的战车 哪怕就喝点汤 都能受益无穷 而林明这种人 最心于修炼 明显不会太操心什么政治权术 那么逍遥岛实际的掌控者 其实就是木水天 巴结上木水天 这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反之得罪木水天 未来绝对会很惨 不知不觉间 这木水天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段 就把原本铁板一块的长老们分化了 这让白溪如何能心安呢 刘长老 你是逍遥道的元老 三大台上长老 你的年随罪障 这数万年来 我虽然不在人前出现 但一直都在逍遥宫渗处 你的许多事情 我都看在眼里 对你的为人也算极为了解了 之前我跟周长老也谈过了 他说了一些事情 据我所知 前些天 你周长老 还有白溪白长老 走得很近啊 木水天一句轻飘飘的问话 听在刘长老耳朵中 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木水天所说的周长老 就是三大太上长老中最后一个 之前木水天要转让石绝物到果树 给林明突破九陨的时候 全宗的人都反对 而白溪绝对是反对最激烈的那一个 他联合了许多的长老 抵制木水天的命令 而事实上 其他两大太上长老 也绝对不欢迎木水天 谁希望自己头上多个太上皇啊 抢走他们的权利啊 包括当年大清朝的嘉庆帝 都不愿意乾隆帝当太上皇 那还是他老子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太上长老一开始都倾向于白溪 可后来林明完美渡劫 成就九九命运 他们这想法变了 林明实在表现太出色了 如果林明能成就大界界王 逍遥岛能成就界王界圣地 那么他们作为元老 哪怕能喝点汤都受益无穷 这绝对不是一株天接绝品 石绝物到果树所能比的 所以他们又开始倾向于木水天 现在听木水天突然提起旧账 尤其他将所有长老分化开来 一个一个谈话 没人知道别人说了什么 这就让他们心里边可有点慌 一旦别人把事情全都交代了 自己却傻乎乎的给白溪兜着 那么肯定会在木水天心目中 留下个极不好的印象 如此一来日后 逍遥岛哪怕是飞黄腾达了 他们也连一口汤都喝不上 甚至被视为异己 而边缘化 甚至直接咔嚓 自古权力斗争 无所谓对错 那些自命正直的人多半死得很惨 对权力的最高掌控者来说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这都不打紧 他们只信奉一句话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这叫什么 这叫成王败寇 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刘长老曾看出来了 木水天这个女人不好对付 她之前会幽居逍遥宫 是因为不方便显露身份 现在既然她已经出现了 就得彻底掌控权力 如此在逍遥岛日后 成为戒王级圣帝的时候 她才能更好地控制逍遥岛 她要的就是岛内岛外 只有她一个声音 而之前的反对者 白熙啊 消耗钱呢 已经和木水天站在对立面上 哪怕他们现在见风使舵也晚了 对掌权者来说 他们最缺乏的就是对别人的信任 而历史证明 凡是容易信任别人的掌权者 下场往往都很惨 尤其信任曾经的敌人 那更是极度愚蠢的行为 古人讲 叫良秦则目而期 良主则臣而逝 投降吧 好 我投降 既然你能背叛你原来的主子 你肯定也能背叛我呀 来人呐 推出去 卡 冤呐 很显然 这木水天就是这样 他不但要长老会上一个声音 而且要立威 而白熙消耗钱 显然就是杀鸡镜猴中那鸡 前辈啊 我有事交代啊 在想明白这些之后 刘长老立刻旗帜鲜明的选择了战队 抱大腿 木水天不缺乏野心 也不缺乏手段 跟着他 当然比跟白熙混成一团好得多呀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所有的长老 除了白熙和消耗钱之外 都和木水天单独谈过话了 这让消耗钱愈发的不安 虽然表面还镇定 其实内心已经无比焦急 如座阵战 哎 你慌什么 木水天还什么都没做 就给了你这么大的压力 让你自乱阵脚 如果他真做了什么 你还不得引颈受禄啊 白熙用真员传音 训斥消耗钱 消耗钱苦笑 勉强的点了点头 白熙说的 他当然明白 可是他们现在在木水天面前 哪有半点优势可言呢 木水天借着灵明度天节的声势 将长老团分化后 他无论实力 还是在诸多长老心目中的权威 都已经远远超过他和白熙了 就在这时 突然消耗钱面前的小千世界 震颤了一下 而后一身素衣的木水天 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白长老 萧长老 你们随我来一下吧 这次木水天出来 变成了那个美貌的样子 这是木水天战斗时候的状态 看到这一点 这白熙和萧后钱 心里都是咯噔一下 别看木水天 只是轻飘飘的说着 可白熙心中不怎么看呢 他看着木水天身后呢 不断变换的小千世界 他可有种不敢进去的感觉了 这萧遥宫本来就受木水天的控制 再加上木水天的实力 不知道比他们超出多少来 进入那个小千世界 会发生什么 天知道 萧后钱也想到了这一点 这脸色愈发难看 白熙勉强笑了笑说道 木仙子 有什么事情 在这里说 就可以了吧 白熙这话说出来 其他长老心中 都有些同情他了 其实白熙之前做的一切 都是一个权力欲望较强的人的正常反应 算不上错误 没有人愿意拱手让出自己的权力 包括之前因为白明玉的事情 要杀死林明 那对权威极重的太上长老来说 杀一个弟子立威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可惜他错估了对手 踢到了铁板 现在木水天明显就是要把白熙搞下去 至少让他失去现在的地位 而其他逍遥到长老中的多数人 都已经出卖了白熙了 尤其是那些原本和白熙走得近的 更是在与木水天私下里接触的时候 急着表忠心 毕竟他们不能肯定 别人有没有交代白熙之前 联合猪长老做的一些事 如果别人交代的干干净净 自己还傻乎乎的瞒着 那自己就是蠢呢 相反 把一切抖了干净 表明忠心 自己怎么都不吃亏啊 这只能说是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现在他们面对白熙 心中都有些做贼心虚和愧疚 这种感觉让人很不好受 时间久了 愧疚心虚就会变成怨恨 这就是人的微妙心理 你让我感到愧疚心虚 我就不想再见到你 不想跟你接触 所以不知不觉间 白熙和消耗钱已经被孤立了 哦 在这里谈也可以 沐水天似乎非常好说话 他似笑非笑的看了其他长老 说道 那请除了肖长老和白长老之外的其他长老 都出去等着吧 沐水天这一番话说出来 顿时让肖后钱和白熙心中一惊 他们看向其他人 去见其他人与他们对视的时候 这目光都有些躲闪 岛主消耗天第一个走了出去 接下来这人们都稀稀拉拉出去了 没一个留下的 甚至有些人还快走几步 只怕成最后一个给沐水天留个不好的印象 随着长老们的离开 沐水天白熙消耗钱所在的空间也完全封闭了 看到这一幕白熙惨笑 想不到啊 真是想不到 无者的世界就是如此现实 我白熙今天会落个如此下场 成了瘟疫一般人见人怕 恨不得李库跟我撇清关系 你真是好手段啊 白熙看着沐水天 咬牙说道 而在白熙身旁 消耗钱已经感觉心神颤抖了 面对沐水天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这是一个能轻易取他们性命的女人